到馬祖觀光大家臉上難掩心亂之情 福建赴馬祖彩線團二十二人 三天兩宴行程的第二天 要持續參觀馬祖巨神像 天后宮和八八坑道等知名景點 下午結束南竿行程 再轉往北竿觀光 我們期待這個彩線團能夠順利圓滿 而且留下好的印象 到不見到馬祖後續的觀光 能夠有所幫助 自己正面的來看待 我們期待兩岸之間的人民的來跟互動 更善意的這樣的一個推諜跟累積 這趟彩線團交流 被視為指標性關鍵活動 旅遊業者更期盼兩岸觀光正常交流 政府趕快解除附入禁團令 在野黨呼籲兩岸得要先溝通 才能讓人民交流更順利 這個文化交流其實非常的重要 畢竟兩岸都是同文同重 那麼交流起來其實是越交流 台灣其實是越安全 不要動著用重政治的手段 來干預民間的交流 雖然兩岸局勢持續緊張 甚至到兵凶站圍的地步 但有大陸學者分析 大陸也珍惜兩岸長時間建立起的交流 不會因為賴清的上台而停擺 更有專家認為 大陸對台灣政府和對民眾 有很大區別 民間交流會持續 不會因為政府管道行不通 就放棄民眾放棄兩岸交流 再也黨更喊話新政府要正式民意 兩岸關係對於台灣來講是重中之重 尤其外交國防兩岸更是總統的權責 呼籲民進黨政府 如果沒有辦法正視國人的民意 以及希望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一個現況的話 那這樣真的是愧對國人 各界社徵喚就盼新政府能顧慮百姓 讓淨團力能有轉環 恢復交流讓兩岸共融 藉黃明君李宥玄 SNG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